嘴巴 它的嘴巴好像在下巴有稍微看討 所以這個就要稍微深一點 這個地方要多幾倍暗 這個地方把這個腿寫出來 這個地方就有一點亂亂了 這個地方這個是正中心 這個刷這樣來 這個就中心長一點 這個還算可以 中心對這個羽毛是怎麼對法 好像這裡蠻胖的 要不要凹進去一點 這個要按 你就是按照照相 照相的話都背背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就要自己把它刷下來一點 這個給它按一點 它就瘦下來了 把它這個背部的中心稍微歪一下 這樣就這樣歪起來 這個按本來這個就 翻著廚房下來 就這樣 按這個的話 這個不要那麼長 你把它用這樣 比較低一點 比較不會這個 看它怪怪 對 對 它這個 它可能就是那個瘦水 剛才瘦這樣 但是看起來就好像怪怪的 所以你就把它改起來 稍微改 這個就這樣來 這個不要就這樣來 廚房還可以 廚房還可以 廚房應該 這個尾巴 尾巴應該把它收 這個尾巴的開頭不要那麼寬 這樣把它用在這裡 差不多兩條進來 這樣來 尾巴是開開 但是這個地方就看到 所以有時候照相跟我們畫的時候 這不一樣 稍微要改一下 那個觀看的點 我們現在畫這樣的點 要改出來 那這個顏色是 通常是要差不多要這麼黑 還是太黑了 對 要這樣才會漂亮 你紅的桑出來才好看 你再上一支紅就粉紅了 要這樣 上紅是一定要這麼黑 上紅是一定要這麼黑 OK 好 知道 老師要不要講解一下 那個眼睛的 鳥的眼睛的畫法 鳥 嗯 我更小 來 我們畫眼睛 眼睛就是要短 然後這樣 再短 再短 短 因為鳥的眼睛比較短 好 就這樣 那裡頭再一次 那裡頭再一次 有的人畫三次 有的人畫兩次啦 就這樣 那現在來就是 你夾著這個眼睛要看前面 那在後面 那在後面 就給它一個 嗯 給它一個水喔 就是亮的 亮的 那在下面比較深 好 好 好 這個就 好 好 好 這個就 好 這個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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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不就是 你就多畫兩次 這樣 就出來 是 平常就畫一個眼圈 眼圈齁 不要追 眼圈不要追 裡頭的黑珠子的眼圈齁 黑珠子的眼圈是這樣 是這樣 齁 就是 說不要追 好像看起來有追 齁 齁 就是好像要追不追的這樣就好 那你就 現在夾著說 這個是 欸 亮的是在這裡 齁 我們是亮的放在這裡 我們現在主要畫在裡頭的喔 我們現在主要畫在裡頭的喔 這個就是一點點喔 齁 這個地方你就 你看 我都一直畫一半 對不對 你不要畫到全部 畫到全部都黑啦 那你這個地方你就這樣洗一下 齁 再點一下 就眼鏡就 眼珠子就比較漂亮 啊 要更深一點你就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啊 這個也許它有水 它就會暈了 差不多四分之三次畫圓成 有黑的 那最深的地方你稍微壓下去 給它那個黑線寬一點點 那頭尾都稍微修起來 修起來 這樣就好看 就不會像這樣一個圓圖子 還有一個正面的畫畫 就是 這個圓的是這個地方喔 你就從水的旁邊開始畫 從水的旁邊開始畫 這個現在我是稍微有進去有水的地方喔 這個我就是利用水畫在水的旁邊 這個是這樣 好幾種畫畫 看你要怎麼畫 那假使你這個都有水 你要這樣一千塊過來就是比較細一點 也可以 看你那個鳥的眼睛啦 或者是你要畫的什麼眼睛喔 是哪一種 哪一種類的 有時候可以畫一千過來 因為你的水 所以眼珠子用利用水來畫最好 就是跟水珠一樣 利用水 大點小點 你假設是大一點的 你就是這樣 給它濕一點喔 這個是等於是你要畫眼睛還是畫水珠都可以 你就畫在這個旁邊 你可以畫進去 這旁邊的白點把它弄去 你 把這個 洗過來的 第二色 黑色 黑色 稍微帶進來 這個地方 就稍微給它連接一下 你就有眼珠珠喔 因為我白點喔 這個是水 直接染的喔 就這樣 給它淹出去 淹出去 給它淹一點就更立體了 就這樣吃種方法都可以用 在那個 леж會兒 好 其實 第一次 酷 快點 你們 成功